马王堆一号墓中除了出土了两件神奇的肃杀单衣 墓主人心追夫人更是让全世界投来诧异的目光 通过这次保护性考古挖掘 世人看到了两千年前的稀罕 文明发展程度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的认知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72年原长沙市东郊刘阳河旁的马王堆一号墓里 发现了一具保存王侯的两千年女士 后来得知她是西汉长沙国长相 后来被汉高祖刘邦分封为第一代代侯的立仓的夫人心追 当考古人员揭开包裹在心追夫人身上的二十多层丝绸衣服时 发现心追夫人形体完整 全身润泽 毛发结散 甚至连睫毛都看得清清楚楚 皮肤仍有弹性 部分关节可以活动 虽然历史两千一百多年 心追夫人的遗体却保存如此完好 这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历史悠久 保存最好的事实 这说明西汉时期可能掌握了一种至今都未能拥有的防腐技术 当时为了防止出土的遗体腐坏 同时获得世界级科研成果 了解心追夫人不复之谜 周恩来总理 批示后来担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叶秋 邀请有关同志和专家对女师进行解剖 而解剖后人们发现 心追夫人生前患有冠心病 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富贵病 动脉周样硬化 多发性胆识病等多种疾病 根据病例推断 心追夫人可能是由于胆脚痛 引起冠心病突发致死 去世时年约五十岁 而通过解剖 人们发现心追夫人内脏保存完好 腹中含有138颗半甜瓜子